Hello 大家好 朱春奧 治安警公布隨即元旦 和昨天1月2日一連三日假期 入境澳門旅客有62,000人士 而昨天單日入境的有15,000人士 少了些 旅客重臨元旦假期市面人流暢旺 帶動店舖生意 有連鎖手信店負責人說 近兩日生意似樣些 成績不錯 基本恢復至疫情前近半 很滿意 隨著防疫政策放寬 目前多了香港客重臨 整體消費力不錯 按現時觀察 相信澳門前景不會差 但今年目標是專注做好產品創新 擴張店舖的計劃暫時未考慮 希望看定些再算 這個當然是 另外亦有波鞋街的連鎖運動店負責人說 隨即和元旦市面人流增多 不少旅客來回澳門 生意立即彈起 雖然和疫情前更差 但至少真正感受到曙光 有商會負責人說 澳門的元旦多個熱門旅遊景點 人流不足 包括大三巴觀也街等 但這次假期始終是內地小長假 後繼力不足 2號區內人流明顯下降 入境少了 現時業界期望1月8日 國家邊境政策是否全面放開 及澳門當局會否跟隨 可以與內地免核酸檢測通關 如果整事 絕對相信1月8日後 會有十分可觀的情況出現 例如旅客數量增長 當局在早前預計 日均4萬旅客目標 其實是很容易達到的 期望零售業和餐飲業的營業額 能夠有升幅 近日市面重回暢旺 企業營商信心增加了 有些人力資源公司說 目前大部分企業 都在觀望疫情防控措施 放寬後的復甦進度 預料第二季先著手 做擴張計劃 帶動人力資源需求增加 主要以大型零售企業為主 所以就業市場很難快速好轉 薪酬水平短期內 亦比較難調升 先看看吧 好,這集先看好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尾截圖爾為馬 感謝你們的支持